您先來收看的是 2021 華南銀行企業 假期足球聯賽的第六輪 高雄中游要在高雄國家往左路去做進攻 一開始可以看到馬可從 看起來前鋒這邊還沒有太多的一些壓迫 邊路掉進來 分別先後來到台灣鋼鐵這邊 左腳那個射門不過才做的只是先給撲出 這球可以看到 一球上面其實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其實前面幾場比賽裡面很多球隊 哇 現在看這個射門 這個射門可以看到這一瞬間 來挑戰看看蔡壽哲專注的情況 馬可剛剛是用左腳 剛剛是在中場接應之後 看到交給鄭俊賢之後馬上 前後夾擊的情況 當然台灣中游這邊站位上面會如果去進行一些變化 到進區內 哇 可以看到剛剛 回敲再做給馬可 上個賽季在樂次啊 球童的迅速丟球進來 也包括利物浦啊 球童丟進來之後 都曾經幫助多的球隊 可以選擇趕快快開來進行進攻 馬可起腳射門 但是這一球 哇 這球網友晃了一下 但是看到 在威脅到蔡壽哲之前 已經先出了邊界 先出了底線 稍微晃一下腳法之後啊 不過看到林文瑞並不為所動啊 但是看到這一球 蔡壽哲的站位來說 要是比較關注的部分 比較不是在鏡頭上方啊 而是你可以觀察到 甚至場邊的教練席啊 甚至是這熱身的狀況啊 你都會覺得一覽無遺 其實還蠻不同的一個情況 有加黃 實在交給馮少奇 左腳之後 看看 進去內 頭槌 這一球進了 GO 馬可 哇 剛剛我們特別有提到 今天在搶點 頭槌的部分 會是台灣鋼鐵的一大重點了 那麼今天 看到剛剛馮少奇的一個調中的部分 來看一下 尤家黃直塞之後 對手還沒有跟上的情況下 馮少奇起左腳交給馬可 馬可 漢帝把衝了一個狀況 頭槌百度 一球 取得一球領先 先幫助台灣鋼鐵啊 今天做客來到國家體育場 先面對到主場球隊 這是台灣中游 先取得一球領先 馬上啊 起左腳的情況下 調得是非常非常精準 所以看到馬可 這一來一往之間啊 在短短不到五分鐘之內啊 可以看到台灣中游 可以多加加強一下 畢竟 說成在這種亞協盃的賽事裡面 面對到各家的職業球隊 肩膀啊 來去干擾一下 對方拿球形形 馬可 面對到對方 防守選手 可以看到進攻選手馬上 在阻力的門將位置 有點飽受威脅的情況下 看這一球 在起腳射門 但是被防守選手直接慘了出去 可以看到今天中游的 後衛的 組合啊 其實在補位的時機裡面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馬可 起左腳掉到中路 但是看到 在 安穎恩 周邊都有四名的防守選手 往前送的情況下 安穎恩拿下第一弱點 馬可 趕快的再交易到 劉加煌這邊 觀察一下前場的動向 再往左邊 馬可 起左腳 哎呦 這種身體恢復 多半都會比較操勞一些 這個聖門啊 但是 看到蔡作者 這一球 不過球權還在 台灣鋼鐵這邊 馬可這邊拿到球之後 在左路 動了一些 油炸啊 或者是乳啊 之類的為主 其實對於外國選手來講 這個都是還蠻 新奇的 所以不大能夠適應 看一下這一球 安穎恩 起左腳射門 這一球看到蔡作者 畢竟有點像是 表現不佳的情況被 釋出啊 來看看這一球 馬可 沒到對方的洋將 宋漢基 但是慘斷之後 球權還是在馬可腳下 左腳送到安穎 多數的選手 趕快到小禁區內 來進行壓迫 來看一下這一球 哇 這一球 蔡作者是把這一球 進去內 創造一個進攻機會 讓台灣鋼鐵前場的 接球上面 拿到這一球之後 趕快的發動這一波攻勢 哇 這球進了 GO 蔡作者 難掩懊的表情 看到這一球 這一球 看到台灣鋼鐵這邊 馬可 沒開二度 在前場裡面 把握這一次 遠射的機會 可以看到馬上的 防守選手 並沒有上前壓迫的情況 馬可 把握住這一次的一個 邊界的一個機會 這球看到周成 並沒有給予他太多的一個壓迫的情況 起左腳的射門 這個距離並不是拉得太遠了 但是馬可這樣的一個轉身速度 來看一下這一次台灣鋼鐵這邊的進攻 腳法上 劉家黃 在 近區的邊緣 多次跟幾名前鋒來進行搭配 比起女竹的流動上面 真的會比較多考量到 場上目前的這個正規時間 大約還剩下10分鐘左右 那 在男士台鋼這邊 這邊靠著馬可的兩顆進球 目前是以2比1的秉分暫時 轉移到右路 有沒有越位呢 並沒有喔 所以場上的球員們 不斷地喊著offside 但是 看到馬可跟Benchy之間 這個溝通並沒有太多一個障礙 來換到另外一側之後 頭槌在做回來 Benchy 送到馬可這一側 可以看到 中游這邊 選手都不大讓馬可有 對動的情況 很難把這個積分給要回來 先看這一球 已經在越位的位置 所以 編省助理裁判 已經把旗幟給舉了起來 過世界波的方式 取得進球 所以 也為這位台灣的 很有勇氣的小將 給他一點掌聲 之前他在對上瓦倫西亞的球隊 在青年隊的部分 也有取得進球 這也看得出來說 目前啊 中游這邊贏得球權的次數 其實並不是太多 身體的一個碰撞 但裁判並沒有認為是犯規的情形 來看一下這一球 馬可被對方一個拽拉之後 但是看到 編省助理裁判已經 舉旗 表示已經有犯規的情況 然後自家的後場啊 不讓中游這邊 可以把球權 贏回去的機會 這一球 看到並沒有越位的情況喔 回傳之後 馬可騎 左腳射門 這一球進了 高 哇 這吳俊清啊 趕快的擦拭一下馬可的金靴 3比1的比分 領先 台灣中游 這一球似乎 台灣中游的選手 會一度以為有越位的情況啊 所以看到台灣鋼鐵這邊 在右前路的一個位置 陳瑞傑 沒有選擇浪費時間 而是交給中路的馬可 馬可發現有一個起腳的時機點之 但是可惜啊 中游這邊的這個進球來 不讓你再次進行 還是要吃到哪兒 在哪兒 在哪兒